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科技巨头的第三财报级帷幕刚刚拉开,半导体行业就已掀起惊涛海浪,一系列重磅消息接连引爆市场。 今天代工巨头台积电日前交出了一份相当炸裂的财报。 2024年第三季度,台积电的合并收入超230亿美元,净利润超100亿美元,同比增长54.2%,超出市场预期的93.3亿美元。 亮眼的业绩也带动了台积电股价的强势表现,总市值再超1兆美元。 有分析师表示,在整个AI资料中心领域,台积电是唯一一家在尖端领域拥有近乎垄断地位的供应商,这使其能够有溢价权,从而使他们的销售增长能够超预期。 然而,在财报发表之际,市场却传出了台积电与关键客户闹内讧的消息。 台积电为辉达代工的Blackwell晶片上市之初,即赢得外界的一片赞誉之词,但外媒近日报道称,该晶片的上市可能过于仓促了。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,发表刚过几周,辉达的工程师就在测试时发现,Blackwell架固的晶片在资料中心常见的高压环境下会无法运行。 两家公司随后开始相互指责。 台积电称,辉达在生产过程中对台积电的要求过于紧迫,辉达则认为是台积电采用了最新的Cole SL封装技术, 将不同类型的晶片封装在一起,导致晶片的生产放缓。 不过,也有一些辉达的工程师认为,这可能部分源于辉达对Blackwell的设计存在缺陷。 过去两年来,辉达凭借强大的GPU技术一直在AI硬体领域占据着领先优势。 近日,辉达股价一度再创新高,今年基金已累计上涨超180%,市值达3.39兆美元。 新产品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业绩表现,是投资者和业内人士密切关注的问题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10月中旬表示,Blackwell晶片的市场需求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 每个人都想拥有最多,每个人都想成为第一。 Blackwell预计单件售价在3至4万美元之间,受到OpenAI、微软、Meta和其他正在建设AI资料中心的公司的热烈追捧。 然而,这些亮眼的成绩背后真正的核心机台供应商,荷兰曝光机巨头ASML公布第三季度财报,虽然营收和利润均实现增长,但当季总订单额骤降至26亿欧元,较上季度腰斩。 尽管财报显示,受益于DUV深紫外曝光系统销售额和装机管理销售额的增加,第三季度,ASML实现净销售额74.7亿欧元,环比增长20%,高于预期的71.7亿欧元,净利润达到20.8亿欧元,环比增长32%,高于预期。 然而,同时公布的第三季度总订单金额约为26亿欧元,不到上季度近56亿欧元的一半。 不仅如此,ASML还大幅下调了业绩指引,将2025年净销售额预期从之前的400亿欧元下调至300亿欧元至350亿欧元之间。 令人失望的业绩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反应,10月中旬,ASML欧股大跌15.6%,创1998年6月12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,但随后ASML股价进一步下跌5.1%,丢掉欧洲市值最高科技公司的规冠。 10月下旬以来,ASML市值累计蒸发超过683亿欧元,折合742亿美元。 在ASML的财报电话会议上,除表示一些客户推迟了工厂建设之外,ASML几乎没有详细说明,其第三季度订单额为何不及分析师预测的一半。 作为全球晶片行业的风向标,ASML的业绩引发了市场对人工智慧、AI热潮未能解决更广泛晶片需求低迷的担忧。 ASML财务长Roger Dawson在会议上表示,一些原定于2025年的订单已被推迟到2026年。 当一位分析师询问有关两个客户推迟需求的情况时,Dawson回应称,不仅仅是两个客户, 而是更多的客户推迟了订单。比利时KBC证券股票研究分析师Thibault-Lilu指出, 他们预计投资者将对ASML接下来的营收增长预期更加挑剔。 ASML的最新业绩导致了不确定性的增加,对整个半导体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 特别是在2026年和2027年。 此前,全球半导体行业不仅预计2025年将实现强劲增长, 而且预计2026年和2027年都将实现两位数的增长。 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将矛头直指英特尔,认为其订单减少是ASML爆雷的主要原因。 分析称,尽管DDR5和HBM等AI晶片的相关支出持续, 但这些不如逻辑晶片需求般依赖EUV,因此无法抵消逻辑晶片领域的疲软。 而且,在销售额不断萎缩,亏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, 英特尔正在削减开支,9月推迟了在德国和波兰建造新工厂的计划。 Bernstein Research美国半导体和半导体资本设备董事总经理、高级分析师Stacey Raston也指出, 虽然AI需求仍在持续,但半导体行业其他细分市场的复苏似乎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。 不只是英特尔,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的副董事长Dan Hodgson表示, 三星和台积电也在减少对ASML设备的订单,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充足的产能。 他指出,今年晶片工厂的使用率约为81%, 而晶片制造商往往会在使用率达到90%左右时才会再购买新设备。 三星电子日线公布,2024年第三季度初步业绩。 该公司当即营业利润约为9.1兆韩元,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.5兆韩元。 事后,三星高管罕见发表长篇道歉声明, 承认公司正在应对一次潜在危机。 比利时投行Peter Cam D. Grove资深卖方分析师指出, 除了AI资料中心,整个半导体领域, 几乎所有终端市场都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。 其分析称,许多分析师将2025年ASML前景疲软, 归咎于三星及其他许多问题, 例如,英特尔2025年资本支出削减100亿美元。 但他认为,台积电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ASML的前景, 因为台积电在旧晶圆厂中有相当多的过剩产能。 也许台积电会在新的2nm晶圆厂中重复使用其中一些旧产能, 但这将导致公司2025年的资本支出比最近的预期要少。 总体来看,美股牛市进入第三年, 在科技股估值已经偏高的情况下, 美股能否继续上涨,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巨头们的业绩表现。 根据FactSide数据统计, 目前华尔街预计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 在第三季度的盈利将同比增长4.7%, 远低于上一季度的7.9%, 为四个季度以来的最低增幅。 具体来看, 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中, 有9个行业的BPS预期出现下调, 其中能源行业下调幅度达到19.2%, 材料行业的预期下调幅度为9.4%, IT成为极有的预期上调的行业。 展望三级报中科技巨头们的表现, 分析师认为, 从盈利预期看, IT和通讯服务仍获为三季度美股增速最为强劲的板块, 或继续支持美股走强。 因而, 本轮科技股的反弹, 究竟是美股持续轮动中的一个短暂补涨, 还是长期反弹的开始? 此次美股财报季中, 科技股的成绩单将给市场答案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